总统大选的决战期 本周有两场电视证件发表会 到了周日还有一场电视辩论会 总统蔡英文继续的闭关准备 辅选行程减少 进入备战状态 由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扛起辅选的重任 竟漫透露 不管是证件发表或者是辩论会 总统都会以过去的政绩 以及未来四年的剥话蓝图为主轴 而周日结束辩论之后 总统行程也是马不停蹄 除了帮这个立委候选人 阮昭雄拉台造势之外 也可能会出席 在自己的竞选总部所举办的 下架无私怀之夜活动 全力抢供政党票 要立党难营的不分区 忘掉责任 忘掉的承诺人 应该就是 应该是韩市长 首场的证件发表会 蔡总统采韩国瑜痛处 虽然他是落跑市长 蔡韩活腰味十足 证件会过招 先为电视辩论 暖身准备 29号辩论的攻防 总统谨慎小心 韩国瑜的不按 牌里出牌 总统其实也都有所准备好了 那对于应答上面 总统也都是 有别于像之前一样 那我们相信说 在这个礼拜的证件会跟辩论会 一定会准备的非常充分 虽然总统平常心看待辩论 跟接下来的两场证件发表 但这周忙着应战 搭档赖清德 扛起主攻守角色 还要靠其他人助攻 在人民大会堂 听习近平炫话 这将领叫做吴思怀 党中央推出这支影片诉求明确 就是下架吴思怀向选民传达票投 国民党就是支持亲中退降吴思怀进入国会 而29号周日晚上也举办下架吴思怀之夜 立委候选人轮番上阵之外 蔡总统辩论完行程满党 除了替阮昭雄辅选也有机会出席 跟着一起下架吴思怀抢攻政党票 国民党吴敦义主席认为吴思怀将军的行为不必负责 他这个名单也不必要拔掉他 那么这个名单对他的选情也没有影响 那我们就看看吧 如果这么对这个民意的反弹 这么无动于衷 这么麻木不仁的话 那我们就看看会不会影响 下架吴思怀外议效应扩大 总统拼连任母鸡带小鸡带头冲 国会过半才能让政策继续延续 记得有小明星辉升台里报道